好,正好,台灣的西南空域 最近很熱鬧 因為解放軍的飛機一直來 而且呢,美國的偵察機 一度事實上直接跟解放軍的飛機對望 那主要的原因 當然關鍵的導火線還是在南海 美國第七地安隊直接捍衛南海的自由航行 而且直接就在南海軍演 那這當然也引發了解放軍的不滿 沒有錯,中國現在也終於感受到 被別人步步進逼的感覺 站在台灣的立場 當然每一天我們的空域都有解放軍的飛機來飛 我們台灣當然覺得很煩 可是問題是,當你不斷地騷擾台灣 不斷騷擾台灣的時候 美軍出手了 而且美軍對於中國極盡挑釁之能事 什麼意思呢 因為今年4月中國人大通過一部法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海上交通安全法 這個海上交通安全法它公布 說每一個國家 不管你是軍用的民用的船 只要進入到中國的十二海里之內 你都要先跟中國通報 看起來是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有非常非常多 在南海上的島礁 根本不是你中國的 或是他根本不能稱之為領土 他漲潮的時候呢 他浮出,漲潮的時候 島礁就不見 降落的時候 退潮的時候呢 島礁就浮算 根本不算是一個領土 和中國一樣在那邊插旗子 然後蓋所謂的人工島礁嘛 所以這東西就會變成說 如果真的照你的作法的話 整個南海根本沒法走 所以美軍做出了動作 在這部法律喔 九月一號生效 九月八號 美國就派了班福特號的驅逐艦 直接開到美濟礁 而且美濟礁十二海里之外喔 他還直接在第七艦隊推特高調宣布 我們開到美濟礁十二海里了 而且呢 這是我們的航行自由 而且他有四個字來形容這個美濟礁 叫做低潮高地 基本上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嘛 漲潮的時候呢 你美濟礁都不見了 退潮美濟礁才露出來原始的 可是那你在那邊插完騎車 一直蓋這個冷空島嶼 一直擴大 一直擴大 一直去美隆整形 最後呢 就變成一個違法的違章建築嘛 所以呢 班福特號開過去的時候 除了宣誓你這個法律喔 在美軍面前形容虛設之外呢 我還跟你講你的美濟礁 把你定調叫做低潮高地嘛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你解放軍氣炸 解放軍氣炸 南部戰區的發言人說 美軍啊 這個是非法闖入這個美濟礁 解放軍進行跟監並警告驅離 真的很像是我們國軍對付解放軍的狀況 我們每次被欺負的 沒辦法的時候 我就說我們跟監 然後廣播驅離 現在的同樣的苦果 中國正在場 可是你認為這是極盡挑釁之能事嗎 沒有 真正的大挑釁是卡爾文 文森號的航空母艦群 跑到南海 這有好幾層意義 第一件事情 他們說完全沒有告知中國 連不要說通報 就是不要說告知 連通報都沒有 等於是中國是看到軍用雷達 才發現卡爾文森號要來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我們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整個南海的地理位置 最東最西邊是越南 中間是南海 再來是菲律賓 菲律賓在東邊是菲律賓海 所以過去兩邊沒有那麼緊張的時候 大概都這樣 中國就在南海這邊演習 因為南海的腹力比較小 可是美軍 因為大艦隊航空母艦出去 都會在菲律賓海 所以他們原則上會隔著一個菲律賓 互相相望 可是今年第六度在南海 美國航空母艦去 南海實際是非常擁擠的一個海峽 當你美國航空母艦去的時候 他會有低層的航空母艦 還有護衛隊 護衛艦 然後下面還會有核子動力潛艦 上面還會有飛機 偵察機等等的 所以他那裡散過去是五百公里 等於是把整個南海吃下來了 所以退於中國來說 面對到這個壓力是極大極大 而且美軍也沒有再擔心插槍走火 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情 美國的航空母艦雖然多 可是也有分高跟低 這次的卡爾維生號是首次配備 F-35C跟魚鷹直升機 其實F-35C 因為他是可以彈射起飛 所以第一個 他的載彈量很大 然後他裡面 魚鷹直升機是幹嘛 未來做3D奪島之用 其實已經很多戰略觀察家講 美軍在未來在奪島戰術 就是先用F-35取得所謂的滯空權 之後再用魚鷹直升機運送大量的兵力 進到那個島裡面 駐紮營地後再做跳島戰術 所以很多人看到卡爾維生號 這樣的配置是首次 配F-35C加魚鷹的時候 都說這個東西是專門 為南海的奪島戰術來去做演練 所以整件事情對中國來說 當然了他可以沒事來台灣這邊 欺負台灣這個小老弟 可是美國其實 因為丟掉阿富汗 他在這塊更不可以丟 更不可以有所失 所以現在動作一天 真的比一天還強硬